如果你总爱生气 有可能是你太过于追求人性的洁癖 有的时候我们往往 总爱拿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 当别人达不到自己道德标准的时候 你就会生气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长经历不同 成长轨迹不同 道德标准也不同 你不能拿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压于别人 其实自己的素养较高 拿较高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自我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对自己的内在品格品质修养的提高 这是非常好的美德 但是如果说你总拿这套标准 去要求身边的任何人 那你会发现你会生不完的气 你要知道心胸要宽广 宰相度里要能称传 称的是万千世界 称的是包罗万象 你要心情豁达一些 不要去计较这些东西 内心追求自我的道德标准 外在的话包罗万象 你自己的内心才能宽广 才能不生气 身体才能好